纳某大康庙法两华经 上来是崇建永突菩萨 陈问信执辞 佛大安乐 现在是第四 借送随喜 从这种作品第十五 现在到了三百页 儿是诸大菩萨儿受戒严 善哉善哉 大雄世尊 诸中生长义和化度 能问诸佛圣神智慧 闻以信行 活等随喜 这个诸经当中 从华言开始一直到方等薄弱 在法华经之前都有当地问法的 就是到了法华会上 舍利复三请 这个三请就是问法的 能问诸佛神智慧 听法不容易 问法也难 本来我们这个讲经 开始也是跟大家说的 是允许问的 现在呢也没得人问了 都明白了 明白就不要问了 明白就不要问了 不明白就要问 所问的都是圣神智慧,他不是问的别个,啊,能问诸佛圣神智慧啊。 底下如来树叹,树呢,就是树说上来,诸大菩萨能够随喜。 这于是识论赞叹上手诸大菩萨,善待善待,善男子,如等能欲如来,发随喜心。 上手诸大菩萨,就是上手呢,要是同进涌出的,啊,有四大菩萨而为上手,那就是四位导师。 所谓的上行,五边行,净行,善罗,善利行,这个四大菩萨。 菩萨,随喜能问能信之人。这个佛,树叹。佛呢,是叹呢,叹气能欲如来,发随喜心。 这个意思当中就是显,啊,能问的人。啊,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古佛,垂记实现的。啊。 能欲如来,发随喜心。啊,就是问的人都不是非常人。 而且问的都是如来的甚深智慧。 所以菩萨,所以菩萨,随喜喜迹。啊,成为独重生长。 而如来树探其本,这叫做密显寿亮。 啊,上来到这个地方呢,是从地涌出品的序份。啊。 序份,就是开祭贤本这个本门,到这儿为之。啊,涌出序。 下边呢,是疑问序。 第一,词图菩萨疑问。 第二,是他图菩萨疑问。 词图菩萨疑问当中,有长吻,有结束。 词图菩萨疑问。 现在是常吻。 词图菩萨疑问。 词图菩萨疑问。 一问是,有两。 一是词图菩萨疑问。 二是他图菩萨疑问。 词图菩萨疑问有两。 一个是长文术, 二是济诵传文。 弥勒菩萨还有八千恒河上诸菩萨众。 先有一念, 就是看到这个从地涌出菩萨。 诸诗真谦,何掌供养,问信如来, 看着这种景象。 这个弥勒菩萨众一念, 有四种意义。 一,自从寂灭道场以后, 金座以前, 就是从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成佛以来, 一直到法国会, 这个以前,四十余年啊, 十方大士,来会不绝。 十方独大菩萨, 来会不仅是今此独大菩萨来会, 华言、黄等菩萨都有独大菩萨来与会。 虽然很多不可限量, 但是我以补助之力, 他说我弥勒菩萨是畏惧补助, 当来下生做佛的。 那个补助的智力就很高很高了, 就是比佛那差一点。 当时那么多的法会, 由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来与会, 我都细见细知, 于以这个补助的智力, 都看见到啊, 都熟悉啊。 为什么于此, 从地涌出菩萨, 我一个人都认不得。 都是生面孔, 一个人都认不得。 这是一。 又, 他说我弥勒菩萨, 不但是欲佛的法会, 也经常呢, 由化十方。 我说什么啊, 奉进诸佛。 一切还会先进难之。 所有十方诸佛, 所有的法会, 我都道过, 我都熟悉。 人物都基本上, 我都认得。 那就履历上, 就我所到的这些个地方, 一所不适, 若来若去。 推求不适。 怎么想, 也想不通。 这是菩萨从哪儿来的? 这么多, 都是高位、 深位的菩萨。 。 弥勒菩萨, 这比主大师, 是前进先大。 就从地涌出菩萨, 那里面, 那是陆万分合上, 陆万分合上, 主大菩萨。 都是前进先大, 比弥勒菩萨, 得道, 在血, 在浅。 啊, 弥勒, 是后凡的墨学。 后, 不知浅。 这一点。 比如说, 文术菩萨, 不知入定女人的境界。 那女人, 不知弃柱应该菩萨的境界。 一不适故, 是不知彼之内善。 自善则不生, 没有为人意。 这是要四夕禅来解释。 这个不知呢, 就是不知从地涌出菩萨的内善, 所谓的内善, 就是内政的境界高了, 比弥勒菩萨还要高。 那你看这些什么人啊? 谁要问? 这是第二。 第三, 抵挡大势, 本十项底, 硬献十方, 别透教化, 所有真硬皆分弥勒境界。 既不势必利物之道, 既不势病无罪之理, 从地涌出菩萨, 成为大势。 观音大势, 能够大势。 本十项底, 这个本就深了, 十项之底, 那是九成正脚了。 它能够应现, 十方, 别透教化。 所有从地涌出菩萨的真身, 应神这种境界, 都不是弥勒菩萨的境界。 既然不势必利物之道, 既不势病, 没有对质意, 故须疑问。 第四, 佛托至红经, 所以招诸大士。 大士奉使严命故来, 密开寿量, 非实众之所知。 既不是如来, 必密之指, 则无第一意, 故须疑问。 有四意, 所以弥勒要问。 那么既然弥勒菩萨, 寄居彼。 心里现在又有疑惑, 释迦芒这不成果没几年呢? 你这没成果没几年, 你现在又说, 从九远来, 这九远从哪来的呢?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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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开尽而咸圆。 底下呢, 广开尽咸圆, 这就清楚了。 而疑情, 这个大家有疑惑了。 而是弥勒菩萨摩菩萨, 即无数诸佛萨等信生, 以和怪未曾有, 而作世年。 这云和世尊, 于少时间。 教化如是, 无量无边, 无僧其诸大菩萨, 令诸佛入多罗, 三秒三复提。 这个遗情呢, 是经家树的。 经家树的, 这些经典的树说店。 底下, 而作世年, 拥护于世尊于少时间, 成造这几十年, 教化这么多的无量大菩萨。 这就疼你, 下边呢, 是疼你请达。 除疼你, 而请达。 初中呢, 法说, 历辟, 法和。 法说当中, 又有至义, 除至近一远, 而至远一近, 三界男性。 既不佛也, 世尊, 是如来为太子时, 出于世事宫, 去切成不远, 坐于道场, 得称无入多罗三妙三菩提。 从世以来, 从世以来, 使过四十余年。 世尊因何, 于此少时, 大度佛事。 以佛事的, 以佛功德, 教化如是无量大菩萨众, 当成无入多罗三妙三菩提。 不可思议。 这个呢, 这叫做至近一远。 下边, 至远一近。 世尊, 此大菩萨众, 假使游人, 于千万亿界, 恕不能今, 不得其天。 世尊, 久远以来, 与无量无边诸佛所, 智诸上根, 成就菩萨道, 畅修凡分。 这就是至远一近。 那这些大菩萨, 于千万亿界, 数不能今。 那么久远以来, 与无量无边诸佛所, 智诸上根, 成就菩提道,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一个至近一远, 一个至远一近。 这个疑。 第三呢, 就是见男性, 这个不相信。 是的, 如此只是世所男性。 这个都是诸佛世子, 摩大菩萨的不可思议的警戒。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所做的任何一切事情, 都不能出乎四系谈。 四系谈啊, 四系谈, 四系谈, 世界为人, 对之底。 第一是法说经。 底下呢, 就举这个辟语。 为什么不相信呢? 譬如游人, 舍美法黑, 念二是五, 直白岁人, 言是我子。 这个辟语上面呢, 至近而已远。 舍美法黑, 这总名年少。 年纪轻的人嘛, 头发都黑的, 年纪老嘛, 头发就白了。 怎么了? 舍美, 年轻人嘛, 这个辐舍充建好看, 老的就不好看呢, 发白面皱, 他好看嘛, 不好看。 舍美, 发黑呢, 是这个二十五, 年少人。 那这百岁人, 是我子, 这怎么讲话呢? 那讲不通啊。 回过头来呢, 这七百岁人, 一直年少, 言是哪父, 更不更啊, 你不能相信的。 而生于我子, 怎么讲话呢? 这是批语上边的, 致缘而易见, 世事难信。 底下呢, 有法合。 佛义如是, 得道依赖七十, 佛义如是, 得道依赖七十未酒, 这是何, 年二十五, 不应该有百岁之子。 哪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 说我这个儿子一百岁的, 有这个道理吗? 不可能的事儿啊。 而此大众诸佛萨党, 已于无量, 千万亿界, 为乎道故, 尽兴兴尽。 而此大众诸佛萨党呢, 就是指从地涌出的。 而此大众诸佛萨党, 已于无量, 千万亿界为乎道故, 勤兴兴尽, 善入初诸。 无量, 百千万亿三昧, 得大神通, 九宿凡恨。 善能次第, 细诸善法, 巧语问党, 人中之宝。 一切事件甚为稀有, 此呢, 是何? 百岁之人不应该是二十五岁年轻人之所生的。 那么你世尊今天, 今日世尊方云得佛道士, 初令发心, 教化世道, 令相, 无路多路, 三表三菩提。 世尊, 得佛为酒, 乃能做此大功德事。 此, 是借男性。 男性呢, 就是成乙。 我当随父信父随所说, 佛所出言, 未曾徐望, 佛所知德, 解析同党。 佛, 就是弥勒佛达, 以至于一些大众。 虽然, 对于这个大事, 父少子佬, 心里下未能够了达。 但是佛所呢, 我们不能不相信, 只有这个智力达不到。 但是佛所不能行性, 是仰性而已。 可是未来的人呢, 第二为未来, 让诸心发意菩萨, 于乎灭后, 若闻事与何不信受, 而其破法罪业因缘。 潜行, 就是潜卫的菩萨, 容易生肥吧, 棒, 得多诺道。 不退者, 像这个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这个, 无比不知啊, 无比不知就是不退转的。 不退者, 虽然能够养性, 一味了知, 不能增高孙生啊。 不了解, 这什么道理? 年少而子老, 父少而子老, 不了解。 不了解, 像这个弥勒菩萨, 诸大菩萨都是法神大士, 不了解, 就不能够增道损生。 顾虚大士, 领放者神信, 信者增道损生。 什么这个增道损生啊? 增道, 增实相之道, 损无名之生。 你看看这个法神大士, 正出故位以后, 一位一位朝贤进来, 那个叫做增道损生。 那么弥勒菩萨, 虽然是, 相信, 阳性浮处的话。 浮处的话, 你怎么说我都相信? 但是我究竟这个道理呢, 搞不通。 为什么, 付少自老? 搞不通, 你就不能够得增道损生之利益。 下边呢, 正式请答。 为然是则, 愿为写说, 出无等于。 既为来世, 独善男子, 闻此事已, 亦不生已。 这是一。 情出现在已, 现在大会都有已。 那么这个事, 释迦牟尼佛, 如果你今天不说啊, 要是, 一直把这个福法要传到未来去, 未来的事, 这也有益。 这益才叫成崇邦啊, 成邦叫做苦啦。 那福法只能做利益, 福法不会做做苦因缘的。 底下呢, 上次常文经碟是, 借诵。 主借诵成语, 而是借诵请答。 而是弥勒菩萨, 于重选此意, 而受借言。 佛系从事种, 出嫁尽妾也, 坐于菩提树, 而来上位久。 来不够四十余年。 此诸佛子等, 其数不可量, 久以兴佛道, 住于神同令。 善学菩萨道, 污染世间法。 如莲花带水, 从地而涌出。 借其恭敬心, 助于世尊前。 这个是致远。 这个是致远。 底下呢, 这个借男性。 世世难思逸。 云何而可信呢? 福德道圣经, 所成就甚多。 有不够四十几年, 成就这么大的功德时间, 画出这么多的诸大菩萨。 从地涌出。 愿父, 徒众已如实分别说。 这男性, 男性就请父, 又解释给予出疑。 底下呢, 送这个丽辟。 譬如, 少壮人, 年时二十五, 世人百岁子, 罚不而面咒。 是我等所生。 子亦说是父, 父少儿子老, 举世说不信。 这个事件上呢, 不但是他不信, 事件上也不可能有这种事。 哪有个父少子老的。 这世尊亦如实啊, 得到来圣经。 这世度菩萨党, 智固无缺绕, 从无量劫来而行菩萨道, 巧语难问答。 这是, 这个藤仪, 父少子老。 这个藤仪, 藤仪就是心里想, 生起这个疑问, 这藤仪。 下边呢, 正送请答, 走我等从佛外, 于此事无疑。 愿父于未来, 言说另开邪。 若有于此境, 生一不信者, 既当多乐道, 愿今为邪说。 是无量菩萨, 云和于少, 是教化令发心, 而诸不退心。 无量菩萨是从地涌出的这么多, 这么多的六万的横花杂诸菩萨中啊, 是诸菩萨。 云和于少, 就是你释迦牟尼佛, 怎么能够在那个几十年之中, 令他们发心, 而成就这么多的无量工作的呢, 教化令发心, 而诸不退地呢。 这是请答。 上来, 从地涌出品, 到接受到了为止。 下边呢, 这个《如来寿量品》第十六, 正是这个本门开祭贤本。 这个《法华经》, 越讲越深, 越讲越深。 这个都是福的, 所谓这个《法华经》, 从一开始, 福以大势因缘够出现于世, 这个福的大势因缘呢。 这个大势呢, 包括开祭, 开选显时, 这是一大势。 开祭贤本, 进一步, 更是大势。 你看开祭贤本, 有多少, 多大的部分的话, 让大势, 增造寸生来。